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市长林恩诚 钻石巴市长刘敏儿 亚凯迪二世副市长郑博人 亚凯迪二世市议员候选人高清 桥界代表马树荣 关建荣等各界人士近百人到场祝贺 投资方梁氏地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火友 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 经过多年的努力 郝运来广场今天破头动工 感谢各方大力支持 该项目预计投资8000万 占地超过8亩 一件7栋约13万平方尺的建筑 及超过750个车位 包括超过10万平方尺的地下停车场 为了广场增值 西边的临近地块将有一个名牌酒店和共享车道 鲁南岗豪运来广场将为居民提供餐厅 娱乐 购物和专业医疗办公室等社区服务 STC资产管理公司CEO许慧清负责该广场项目运营 他表示 豪运来广场项目计划在2023年夏季交付使用 建设周期为一年半左右 建成后的豪运来广场将有包括香港豪运来超市等知名商加入住 加上办公室和酒店等设施 将吸引众多的商务及旅游人士 成为东区购物 餐饮和娱乐的枢纽 罗兰岗豪运来广场 位于罗兰岗18800Gale Avenue Nogales Street和Gale Avenue交叉路口处 近060号公路 东侧市99大华超市广场交通便利 赵美新 陈立德和洛杉矶郡估值官Jeff Brown 在致辞中表示 豪运来广场破土动工 对疫情之下的地方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可以带动相关的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 并带来可观的税收 他们希望项目按时完工 造福当地社区 参加破土动工仪式的洛杉矶郡警局局长维拉努瓦和洛杉矶郡警局核桃市分局局长Steve Towsing 对豪运来广场破土动工表示祝贺 并表示要保障广场安全 我住在这个地区超过25年了 我们总共的建筑面租出租面租是13万区 到时很多是娱乐餐馆食品为这个社区服务 要好